把镜头转回国内来关心社会消息 台北市旺华区一名男子 违规把脚踏车骑上骑楼 遭到警方蓝庭 但他似乎不知道脚踏车 进行骑楼跟人行道的规定 认为远警是在找麻烦 当下情绪激动 先是大声呛吓更动手袭警 酿成了远警的脖子擦伤 手掌骨折 现在他不仅得吃上罚单 也被依妨碍公务罪嫌 移送罚单 这脚踏车骑楼要先的 违规把脚踏车骑上骑楼 但男子不服取缔还大声理论 你现在是 你怎么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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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骂我们什么 我当时也要你说 你怎么我 直见他越讲越失控 拉扯过拳中更动手袭警 你现在来 我哭的 哭的 哭的 你现在这不放轻松 我抵抗的地方 你要放轻松 远警被这大力攻击 不仅警部被划伤 首长也固折 得在家休养一个多月 要看他证件 但是那个男的不给他看 那个是跟警察讲 干什么我不怕 事发在五号上午 台北市西门町商圈 男子违规把脚踏车骑上骑楼 巡逻员警戒状 觉得他沿途左右张望行机可疑 刚快上前蓝停 但男子疑似不知道脚踏车 进行人行道的规定 认为是被找麻烦 气得失控洗尽 欲施以强制力戴反锁时 无难挣脱抵抗 并且推挤成员倒地 造成右手掌称地受伤 贪图方便 骑上人行道 无形男子这下 不仅吃上最高1200元的罚单 还因为袭警 挨告妨害公务伤害 恐怕背上前科 接着到黄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